爱北市几个景点 外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会一游 其中一个就是永康商圈了 有很多的异国料理 还有我们自己的小笼包 上海点心芒果冰店 这些都是外国观光客来的卖点 那么其实早期永康街只是一条夜市 挤满了都是路边摊 长得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下面要看到的是这位房仲出身的这位推手 是他整合店家之后 把过去的永康街夜市 打造成了现在的国际级观光商圈 我前面的这个高际 高际以前他们都是一个矮房子 有没有 专办上海点心的餐厅 装潢满是富足的情调 最早它只是路边的一间矮房子 随着永康商圈 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观光客 逐渐发展成一整栋三层楼的华丽餐厅 一般的很传统的冰 那一天的营业额有没有 两千块 都已经快要关门了 还有知名的芒果冰店 过去一天赚不到两千元 改卖起芒果草莓冰 全剩实习一天可以赚到四十八万 甚至这家两层楼的肉园店 过去不过是路边的一家小摊子 永康商圈变化大 连在这里一住三十年的 央行总裁彭华男夫妻 都感受深刻 跟以前不一样 很进步 进步很多 以前是比较重宅的 谢谢 谢谢 带着我们在永康商圈 爬爬噪他是李庆荣 在永康商圈待了快要四十年 一开始当仲介 把周边的地理位置商家资料 懒熟于心 十四年前开始连结了 一百多家永康商圈的店家 将过去都是住家 以及小摊贩的永康商圈 拉抬到国际级的阶段 原本的永康街只是夜市 推手李信龙一手打造了永康商圈 变成外国人来台北必玩的景点之一 争取捷运新鲜通车之后 商圈的营业额更是上场了百分之二十 让永康街这小小的巷弄 连结了青田街 丽水街 成了台北的汤金商圈 谢谢李信王中翰台北采访到